赖清德的过访美国 其实是在为他的选举造势铺路 目的就是在于 他要向台湾的民众展现出 他背后有美国人可以依靠 美国之前放出一个讯号 说美国对于台独的赖清德不信任 其实我倒觉得 那是一个幌子 美国是对于赖清德能不能控制不信任 赖清德现在要向美国证明的是 我是一个可以被你完全支配控制的台独的 美国人其实对于台独的主张者是欢迎的 但是他的前提是在于 我能不能有效控制你 你看蔡英文也是主张台独的 但是美国却欢迎 因为可以有效控制 陈水扁是主张台独的 美国人头痛 那是因为陈水扁不可控 李登辉也是主张台独的 美国人也不欢迎 是因为他不可控 所以对美国人来讲 他要的是你赖清德可不可控 赖清德现在向美国展现出来的是 我是一个可以被你控制的 像蔡英文一样的台独的工作者 美国人创造出一个假的东西 说你赖清德主张台独 所以我对你不信任 那赖清德就必须要告诉美国人说 不 我不是主张台独的 过去我的长老说我是台独精春 我不是台独精春 我是政治精童 你看 然后又到美国的时候说 我们绝对没有台独路径 所以我绝对不会宣布台独 那这个难道 不就是就像美国人报告说 我是可以听你话的 我是可以被你控制的 因为连我在当行政院院长的时候 我都说我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而且我在之前 我还高举台独万岁 然后呢 我还被台独说我是台独精春 我还洋洋得意 我今天都否认我是台独精春的 难道不就证明我是可控制的吗 所以这一切都是为了能够上位 对的 因为他要告诉美国 我是可以被你控制的 请你支持我 因为他知道在台湾有很多亲美的 只要美国支持 那基本上他的主力就消失了一大半 那民众呢 台湾的民众会这么容易误导 他们看不透这里面的戏吗 台湾的民众看不透的 你看台湾的评论里面 都以为美国在意的是他是不是台独 不是 美国怎么会在乎他是不是台独呢 美国只在乎他可不可控 可控才最重要 我要你叫台独你就叫 我要你闭嘴你就闭嘴 这个才是对美国人来讲 这个牌才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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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